大事不妙 剛才在裡面看到的告示 原來這間公司10月1日就結束了 那如果 上來打一張卡就要趁時間 10月1日 今天11日 距離關閉大概20天 所以我留意到這些貨架 全部都是 刺的多於有貨的 原來他都不做的 這個是地中海披薩 這個卡巴 印第安 應該是連買一間的 Fairview Lundry Subway Convenience Prescription Health Drug Mart 這邊就是Fairview Mall 這真是正宗大幻 暴行出去就是Fairview Mall 後面這裡 是404 高速度 非常吵吵 這裏有一個校包 話說我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地產是非常淡的 我做過一兩年兼職的校巴司機 那時候校巴沒有 沒有衛星追蹤 現在大的公司在車上加了衛星追蹤 那變成那些司機 星期六星期日 不可以駕駛車去幫人裝一下東西送一下人 額外 用公司的資源去掠一些錢 現在不行了 以前就可以了 剛才那一輛 他也是駕駛拿公司的車去購物 或者去吃東西 開公司的車 如果沒有意外就好地地 一有意外 分了那份工都沒得做 因為一步上去保險 這樣 你解釋不了給公司聽 咦 為什麼星期六星期日都不用接學生 你的車會走出去撞到人 或者被人撞到 解釋不了就死了 除非你拍的地方有即時危險 你要拿開它 你會有證據 人家會 稽查這件事 這就是棒球場 前面那個是 社區中心 上面有一條 暴行徑 在二樓 兜著那個 運動牆 每一個圈 好像是十分一公里 走十個圈才是 等於一公里 我現在都走了 我想有兩公里 應該 現在走回去住的地方 多謝收睇 歡迎訂閱 兩公里 到這部分 過去 兩公里